字幕提供 Kelvin 等一下提我買蟑蟲水 為什麼? 因為家裡有蟑螂 有蟑螂? 對 對 你平時在用什麼做蟑蟲? 蟑蟲水 蟑蟲水? 我有些好東西介紹給你 怎樣好東西? 現在是天然的 這樣 現在是天然的 自己做這些天然的蟑蟲磚 是天然成分造成的 其實它主要有什麼成份 令蟑螂或者蚊蟲害怕? 主要是蟑樹的成分 因為蟑樹遠古以來 一些人已經會拿來驅蟲 現在加了蟑樹 就可以自然地把蟑螂 或者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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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驅隔 人體如果碰到的話 其實有沒有害? 這個是最重要 蟑斗症的朋友就不能用 因為蟑樹對蟑斗症會有影響 但是這個磚要放在哪裡用? 這個磚其實就是放在蟑螂出沒的地方 譬如是去水位 譬如是衣櫃、櫥櫃裡面 因為其實它放在這裡 就可以將蟑螂驅趕 但是範圍可以驅趕到幾大? 其實它一套裡面會有幾塊 譬如一個房的尺寸 其實一三塊左右就可以了 都是放在角落頭就OK 是呀 最重要是草物和小朋友 碰不到的地方就可以 大概放在三個月左右 我們可以在表面拿些沙紙磨一磨它 就會再揮發一個月的味道 然後其實因為它本身的基礎是一塊蕃茄 然後扔出去就會自己分解 這個我建議一個星期噴兩次 視乎他們的災區有多嚴重 災區有多嚴重 因為有些人 比如蟑螂真的很多 在這裡等時間 譬如他們會走出來 去星區趕路 整個家已經住在裡面 可能時間會長一點 但是就算你家裡沒有蟑螂也好 都可以做一個防護的效果 還有我也推薦這個 可以在門框、地毯、窗框 防止蟑螂就從外面走進來 這個就可以取代 等一下我要買那支薩蟲水 是啊 其實我們都鼓吹一些人用天然東西 因為地球已經一直惡化 變成我們用天然東西 其實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為什麼不選天然呢 嗯 剛才其實看到它這個顏色 跟剛才我們看到的區趕蟑螂 顏色都很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用蜂蠟做的 一樣 如果用三個月左右 如果沒有味道 都可以拿些砂紙磨一磨 可以用多一個月 處理 善後怎樣做呢 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完 即是隔水煮溶回去 比如放一條棉心下去 就可以當蠟燭燒了它 如果想在大空間裡面使用 可以選擇蠟燭 這個份量可以用大概兩個月 剛才你介紹這麼多天然的產品 都是室內用 室外有沒有天然產品用呢 室外可以用這個蚊蠟水 這個蚊蠟水的成份 其實都是用天然香薰油造成的 我預備有些材料 不如教你做吧 好啊 但其實它有什麼成份 令到它和平時我們在街上 買到的蚊蠟水不同 因為這個是沒有加入 防腐劑 而且都是用天然香薰油造的 可能引致敏感的問題 會減少很多 做這些天然產品的原意 本來是我自己先用的 一開始其實我皮膚 有一年突然轉季 皮膚有些問題 戒賣了法學東西 其實都會影響我的皮膚 所以我那一刻就去找些天然產品 然後發覺天然產品 其實到那裡都比較便宜 但是當然我現在做了 當然知道背後有很多功夫要做 自此之後我覺得天然產品 都真的可以幫助人處理皮膚的問題 公司又真的不做了 剛剛那個契機 那不如我試一下 就自己成立一間公司 去做一些天然 其實那麼多Police 你說天然都是用精油的 有什麼配方 或者如何互相配合 而有那種成效出來呢 現在標榜 香薰油有很多用途都可以用的 但是其實很多感境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我有朋友是做香薰治療師的 都會諮詢一下意見 譬如小朋友啊 癮婦啊 那些哪些要留意啊 譬如剛才我們提到殘酒症啊 那些有些香薰油不能用 或者香草不能用的 那這些我首先要諮詢他們 然後回來再 可能再Modify 做一些方法 我就會做出來這樣 很多朋友都會說 我們人類都有這麼多天然的產品 其實草物都應該要享受同一樣東西 那最近先研發了哪一類呢 洗澡 和譬如人類的皮膚 他們會有一些瘡啊 或者咬損了啊 譬如他們走得多地下的枕啊 就是會有磨損 那些是這一方面的產品多了